韩羽与宣承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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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岳称魏王 王武郡称赵王 李纳称齐王 各称寡人 涛围 盟主各至官属访唐芒愁 十二月 李希列反 自称天下都元帅 建新王 二战火纷飞 民不了生 如韩羽父之父所说 时中元之又是兮 将就时于江之南 三韩羽一家必居宣承 即在此时 建中三年 韩羽正好十五岁 与上推算正合 韩羽真元二年离家进京应事 算来他在宣承约五年 零二韩是别业始建的时间 既正夫人文中 毕地将焚夏料柱家居宣承 又在原来京师下柱 真元二年 公自宣州游京师 证明宣州宣承有韩羽家庄园 宣承为啥有韩家庄园 啥时侯智等这处庄园 没有文件记载 按情史推测 当在安时之乱时期 其实战事多在两河 而中元势地牵连 人多逃散外地 官宦 书乡之家多避乱江南 韩羽历代仙人 不在这里活动的 只有他的父亲仲卿 在江南武昌 国阳一代为官 宣州一代政治稳定 文化分为农 所以其凶成 年后常在上元一代有学 且与文人名家交友 当时 李华 萧颖是有文明 韩慧与其书云青 聚为萧 李爱将 与其党李叔 有时 崔六甫 黄甫阳 谢良帝 朱俊川并有 会守与梁肃辩文革起宴 无大德之时的诗文为古文 作文横一篇 入王之所传韩慧传 传云 永太中锦一年 在建中前 去率崔造 卢东美 张正 则居上元 即将怀见 好言当世事 自卫有王作才 以道德文学服一事 大夫是位置四魁 自幼李诏 唐国师 卷下 韩慧各庙 决议计 韩慧与四魁市 可见 江淮新的上元和宣州 是韩慧常幽处的地方 起扫正式 也当随韩慧生活在这里 或者家就住在宣城 熟悉这里的情况 这位韩慧游学 与世交往营造了很好的环境 零三韩玉从寻与交友 岳阳楼别斗司之诗云 主人还同就 握手乍心唱 连我篡竹龟 相见的无恙 欢雄 悲心声 婉轮不能忘 念西史读书 至于干霸王 屠龙破千金 唯一亿云炕 五 唐国国子四叶斗公墓之名 云 黄草书下 官至左时矣 历水令 赠公布尚书 尚书于大历初 名能为诗文 习公为文 亦最长于诗 俏谨厚重 举进诗帝 左六辅武功 八千至简效于布郎中 元和五年 甄拜尚书于布郎中 转洛阳令 都官郎中 则周次使 已至思议 年七十四 长庆二年二月秉吟 以吉祖 六国子四叶吉斗墓 副书相 官至左时矣 历水令 大历初 名能为诗文 吉弓为文 以最长于诗 墨一兄三弟 长 群 祥 拱 长大历十四年进士 群以处世隐居毗邻 拜左时矣 玉少公十九岁 以童子的剑 于今四十年 施以施世公 而终以凶世焉 公代我义以朋友 不以幼状先后致义 均可谓文行君子矣 按四十年推算 韩玉长庆二年五十五岁 则当时为十五岁 与济文和 韩玉念西史读书 至于盖霸王 屠龙破千金 为义义云炕 亦当受其兄会及斗士兄弟的影响 按斗木生于天宝八年 真元二年中进士 石木三十八岁 韩玉十九岁 木副书乡大历初有诗名 其为历水令当在大历末之剑中 真元初 斗木兄弟一当随附在历水一带读书 有雪 按原和志县图志卷二十八 江南道四 宣州管周三 宣州 涉州 池州 管县时 宣城为宣州府所在地 历水乃宣州属县 南志州仅二百四十五里 伟林润州 志润州府亦仅二百余里 其这一带是江南经济 文化中心 石工在宣城 木在历水 正可以木为师 从其游学交游 关于韩玉同学 给予斗士兄弟交游的详细情况 可以参阅我论韩玉一书下卷中原战乱 毕地将焚一结 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看 韩世彬业在宣城 建中三年至真元二年韩玉在宣城读书 游学 交友 宣 成成为韩玉一生成长的关键之地 驻一北京 中国书店 1991年6月第一版 据1935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韩昌黎全集 卷23 第324页 二南经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第一版 韩学研究下册韩玉年普费证 第31页 三同驻一 韩昌黎全集卷一 第三页 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1959年12月第一版 清晨红尺转全唐文记事 卷39表扬 第504页 五同驻一 韩昌黎全集 卷二 第36页 六同驻一 韩昌黎全集 卷33 第413 414页 七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9月第一版 唐礼吉辅传 甲次军点交人和郡县图志 第680 681页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唐代文学学会韩玉研究会会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第416页